Rosen 2 元 - 诗歌曲- 声音乐 - 豆子- 声音乐 - 唐 哈啰 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做 brownlee 所以就有chocolate 先問大家你們有買到蛋嗎 我之前去supermarket是完全沒有買到蛋 就網路上面search 就看到有人說起鴨子是可以取代蛋 在做烘焙的 所以呢我今天這個brownlee 就是有一個實驗的性質 就一個起鴨子 沒有加蛋的brownlee 可以 那我們現在的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材料就是起鴨子 35%30纖維 那我們就來做 這裡有一個湯匙裡面 一湯匙是7.5磨 我們就加兩匙 燕麥啦 其實你也可以用牛奶 但是我想說反正我們都沒有用蛋了 那如果用燕麥奶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純素的brownlee 好像適合更多的人 所以我這一次就用燕麥奶 如果用燕麥奶的話 筋果的味道會中一點點 先加100磨進去起鴨子那邊 起鴨子燕麥奶 溫合物呢 我們要先給它放個15分鐘 就是讓它吸飽水 那個起鴨子會脹大的 然後呢我們就會用大燕麥 我覺得brownlee要好 是一定要那個甜味要剛剛好 太甜的話就會蓋過那個可可的味道 就會沒有那種濃郁 巧克力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不甜的話 可可就會很苦 所以我今天呢就加了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 Banile Extract 這個是蜂蜜 這個蜂蜜呢 是100%的生蜂蜜 我覺得它跟其他蜂蜜最不一樣 就是它不會很甜 它的甜味是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香氣比較重一點點 之後呢就是精果醬 然後我今天是用Almond Butter 就是杏仁醬 你也可以用花生醬 最後面呢就是有一點堅果 還有巧克力 巧克力呢你可以用巧克力粉 如果你想要那個texture是 比較滑順 比較就是有再濃郁巧克力的那一種 就是要用真正的巧克力把它融掉 最後呢就是這一個 WOWOW 今天我是用紙心的地瓜 因為它發青素比較多 然後這個電鍋呢就可以功成生腿了 有沒有覺得我們做Brami 用電鍋其實很奇怪 因為它很重心 所以要趕快離開花綿 OK 主為再次的就是一個blender 我們要把那個燕麥打成燕麥粉 我這個量杯一杯呢是250ml 那我們就用250ml rifle 哦 OK 搞成像這樣子的細粉 還有 還有一杯的巧克力 我喜歡吃Creamy的 所以這個Almond Butter 我就用Creamy的 我喜歡吃Creamy的 所以這個Almond Butter 我就用Creamy的 香 我這一層是連地瓜皮一起打 所以我要打久一點 像現在這樣子 就完全是Creamy的感覺 應該就OK了 那我覺得做Bronny啊 非常重要就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它裡面沒有生的麵粉 你可以先吃吃看它的 味道 因為如果你不夠巧克力的話 你就加多一點 我們用地瓜做的好處就是 它比較DGI 比較適合減肥的人 是也比較高纖維 比較有飽足感 比較健康 很多好處 但它的缺點就是 它有可能會有地瓜味 我覺得它現在已經被那個巧克力味蓋過 所以OK的 已經泡變大大的起牙子加進去 大概5克左右的Baiting Powder 一點點的鹽巴 超級一點點 又軟了 OK 這個brownie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們放在氣炸烤箱裡面 所以現在可以開箱 它真的是有膨脹的 因為有加那個baking powder 來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皮 這個brownie拿下來之後 這個trade就有點小濕濕的 因為我們有用烘焙紙 我們又用這個 地瓜它的水分比較多 它是排骨你的 面鍋 是 這就是 它就是 超厉害的 超厉害的 超級好吃 它裡面是完全是我想像中那種 Truffle chocolate那種會吃了進去嘴巴裡面會溶掉的那種口感 但是它的上面跟下面呢就有被我烤得很酵脆 然後每一口呢都是那個巧克力的濃郁的味道 我這個平常呢比較少跟大家分享傳述的東西 然後但是一直都有人敲碗 那希望這個食譜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大家快一點可以買到蛋嗎 OK 那我繼續享用 下個影片再見 啊對 材料在哪裡買還有比例的部分呢 我就有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喔 那每次我烤甜點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問我 欸 烤箱可以嗎?氣炸鍋可以嗎? 其實烤箱跟氣炸鍋都是可以用來烤蛋糕的 但是氣炸鍋的時間會比較快一點點 不過那個時間跟溫度的設定呢 會很看你的厚度 像我這一次比較厚 所以我就設定180度40分鐘 然後有些人呢會很喜歡用200度 210-230很高溫去烤 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教的機會會比較多 所以我通常都會用170-180 但是時間呢就真的是看經驗 就看你一步了 現在是你的最多感覺 那是兩種最多它們的方法 是抗音可能 是這次的一步 這是一步的方法 我可以太生氣炸鍋 你會太生氣炸鍋 不太生氣炸鍋 那這樣我已經把至少了